2014年7月23日中欧南篮锦标赛 中国南篮和赛云南发生大并魔传统事件 请问正是因为裁判联系的主场上 落后一分的塞尔维亚队前场封球 球碰了郭艾伦的脚后滚出街外 两位当职助理裁判在几番商议后 还是裁定中国队后场发球 这样的判罚让塞尔维亚队的队员们情绪开始失控 11号周园一脚将球踢向了汉海 现场的气氛也骤人紧张了起来 在此之前 塞尔维亚队就对本场比赛的多次判罚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在第三节 他们更是罕见地吃到了单节三次技术犯规的处罚 在最后如此关键的时刻 在此遭遇争议判罚 塞尔维亚队压抑许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言谈间的举题复合 更是让他们和中国队的队员们 发生了些许肢体冲突 不管有意或无意 裁判还是再一次成为了中国队热身赛的主角 我们希望是按照亚锦赛 或者亚运会的这个标准 来对我们进行制裁 我觉得今天有一部分 这个主场哨肯定是有的了 但是有一部分对我们 也是不是很有利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能够很好的处理 大家能够很好的对待 虽然有些情绪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 我们打课场的时候 对吧 能够心理上能够承受这样的一局 这对我们其实也是个课题 随着塞尔维亚队最后时刻投篮天出 一场本身志在练兵的热身赛 最终不得不以这样一种方式草草收场 双方队员赛后并没有相互握手之意 这样一个夜晚 对于所有人都不是段愉快的回应 这样想来 爱博少真的是害人 2016年7月17日 中法南篮对抗赛 中国南篮和法国南篮 发生大规模打架事件 原因是双方小动作不断 第三节先是 虽然中逛对方17号球员 随后队长周鹏 走击对方球员 这边要看这点情绪 这边小心 本书一定要控制一下情绪 双方本 这个夏天已经是有三场的对决了 希望双方能够控制一下情绪 确实啊 这一幕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很多 年前中国南篮多次 在 对抗赛当中的一些冲突 这次在家门口 我们还是不希望看到这些现象出现的 确实法国队的外线球员的动作 也是比较大 这个球刚刚虽然的那次犯规 也是让法国队在这一次的防守当中 有一些上手的意思 不过呀 这个法国这个朱利安啊 2014年5月31日 中国南篮澳大利亚热身赛第二场 中国南篮球员许忠豪 不满对方13号中锋动作过大 愤怒地与对方扭打在一起 李小旭在那里 对方掉三秒了 要是不全 而且就是 许忠豪跟那个大中锋打起来了 说早晚的事 这个是 你才怕呢 有时候他起步上不控制 对 有一比下有一比下 还是有一放第一 就是肯定有好多小动作 因为这时候呢 澳大利亚就开始 刚才第一次就是特别是往回跑的时候 应该有心理 可能镜头也没跟上 对 国家队呢 还是要 你看 这个可可真够 厉害啊 确实是 那后面两场怎么办 天天得照面呢 厂上问题 厂上这边 对 待会儿比赛完了还得握手 看着澳大利亚队呢 2018年8月4日 中欧南篮锦标赛 中国南篮和乌克兰南篮冲突事件 起因也是因为双方小动作不断 乌克兰球员怒推任俊飞 二飞直接走翻对手 双方一片混战 此时大寒战了出来 以一敌二稳定了局势 外围的三分球张手命中 51比40 其实之前在红队比赛的时候 红队尽管主教练是著名的 小李飞到李南 但是三分球到头的翻斑 而蓝队这边 这些球员的三分球投射 倒是有点红队主帅李南当年的风采 而这边我们看到 现在双方是产生了矛盾 这个火很大 这个乌克兰队这四号马克西姆 这干嘛呀火这么大 冷静冷静啊 你说这吉林的天气 这没有那么热啊 大东北这还挺凉快的 怎么火这么大呢 我们看到 边上的这个安保人员 警察 等等的都 进入到场地内 希望双方可以冷静 潘德军 然后是胡金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下任俊飞可能是在挡拆的过程当中 有移动掩护 但是接下来 哎这个为什么这个四号 这火那么大干嘛呀 啊这马克西姆 我们再看一下 的确啊 这个任俊飞可能在掩护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真理接触 但是接下来这个四号 这火发的是没什么必要啊 啊四号可能是觉得 任俊飞走鸡 最后想想这些算啥 打架还得看猪吧 由于裁判判法尺度较松 巴西队也并非真正国家队 加之对手嘲弄的手势和表情 双方球员刚开场不久 就陷入了激烈的摩擦 时任男篮主帅的邓华德 抗议裁判怒砸技术台 随后在主教练情绪的影响下 朱方宇在一次被恶意犯规后 终于无法忍受 他冲向犯规球员 直接将对手推倒在地 在事态将要平息的时候 朱方宇被对方球员暗算 于是就出现了朱方宇 追打对方球员的一幕 最终这场比赛经过两次斗殴 比赛被迫中断 而这次斗殴参加人数之多 持续时间之长 激烈程度之大 足以载入世界篮谈的史册 让大洋彼岸的NBA打架相行见处 不过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打球 千万不要向他们学习 强身健体才是篮球的本源 只要 作为明大洋录切 也不分辨论 这是要出现的 在机构中的地监里 给赛经生感到 那些散播 对方球员的和国家 帽子 大洋录 他真的有了 就是 快点 来 快点 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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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